大家好,分享个消息 6月19日,全米娥通过自己的Instagram表示 不久前尝试过与巫婆见面 从四年前开始 看着新店就听到 看看吧等很多的声音 但是不敢相信 而且费用负担太重 所以没听进去 全米娥自从5月初在釜山试图自杀 后来全身麻醉 还写了输血同意书 完成了缝合手术 但无奈韧带和脉神经线已经被切断 疼痛虽然严重 但已没有感觉 手指也无法动弹 全米娥表示 自己回到家5天没有多少记忆 一看肚子 那用刀留下的伤口 看着看着 自己越来越严重的样子 然而她什么感情都没有感觉到 之后全米娥开始进入了新店 她声称 第二天就看到了巫术 之后我的身体没有任何伤痕 药也减少了 吃得好 睡得也比以前好 左手虽然没有完全治愈 但可以移动 全米娥还表示 大家都说了 有了干劲 想工作 想见人 看到的人 我的脸变得开朗起来 如果说长期经历的忧郁症 不安症 失眠症等一下子痊愈的话 那就是谎言 但最近心情真的非常舒畅 她还解释说 甚至我为什么会那样呢 全米娥甚至会想到 这些真的是我身体里的其他存在吗 她满足地说 就像祖先们 让我重新回到以前开朗 活泼的米娥一样 渐渐找回了原来的样子 真的太神奇了 全米娥预测 外婆和妈妈 也曾经因为灵异而受过苦 好像来到了自己身边 她还说 虽然不知道要相信到什么程度 但今后会相信并爱上自己 全米娥在去年7月 在AOA活动过程中 持续遭受折磨 度过了艰难的时光 因此还坦白说 曾试图进行极端的尝试 引起了轩然大波 此后全米娥多次暗示 或试图进行极端的尝试 令人不安的样子 引发了大众的担心 现如今却可以越来越好的状态 出现在观众面前 虽然巫术 这个可信也可不信 但对于一个长期受霸凌的 抑郁患者来说 起码有了一个精神之托 未免也不是一件坏事 好 匿医症啊 谢谢 明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